说起地府,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十八层地狱,封都鬼城等。 十八层地狱可以说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不过封都鬼城还真有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说,这地邪乎,可除了那些被人为展现出来的鬼怪模型,倒也并无其他下人的地方。 可在之前,封都可不是这样子。 一个朋友他说,他姓姜,大家都喜欢叫他老姜。 老姜讲述的,其实是他祖爷爷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老姜家算是经商世家,最早追溯到其祖爷爷那一带,其祖爷爷名叫江北旺,生于清末,长于民国。 他当时所住的地方,就离封都很近,那个时候,封都鬼城的名声很大, 尤其是每到过年时举行的庙会,更是热闹非凡。 而江北旺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做生意的。 江北旺年轻时学过不少手艺,像吹唐人,捏面人等他都手到擒来。 为此,闲着没事的时候,江北旺就会外出摆摊,后来他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便开了一家店铺,后来越做越大,生意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 除了经商有道外,他还有另一项技能,而他也因此被许多人称为活阴差。 之所以有这个称呼,还跟江北旺二十三岁那年的遭遇有关。 那年年关,封都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庙会,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赶庙会。 不过关于封都的庙会,还有一个说法,那便是必须在晚上五点之后结束,且所有人必须回家,不然五点之后,在街上走的就不一定是人了。 这说法有些迷信,当时江北旺并未放在心上,这天,他早早出门,到封都城占了一个好位置,吹起了唐人。 他卖的价钱不贵,手艺也好,加上过年,人人都想着热闹,也宠孩子,因此他的生意很好。 眼看临近下午五点了,可仍旧有人排队跟他买唐人,江北旺为了多挣一些钱,就没收摊。 旁边几个摊位的老板见状,纷纷劝慰道,小伙子,这可是鬼城,赶紧回家吧,这年头,钱啥时候都能挣,命更重要啊。 江北旺听后,总是笑着回应道,快了,快了,吹完这最后一个就走。 在临近五点的前一刻,原本热闹的街头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太阳也以最快的速度下山了。 江北旺见没了生意,便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可他晚了一步,已经过了五点了。 就在这时,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声音,老板,给我吹个唐人吧。 江北旺抬头一看,自己摊位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长衫,像是古代人的打扮,脸色苍白,可两个脸蛋上却化着胭脂,红扑扑地,看着分外诡异。 做生意的,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不过江北旺也留了个心眼,毕竟这是鬼城,谨慎一些还是好的。 他拿出一个碗,在里面放了一撮五股杂粮,随即摆在摊位前,说吹完唐人,把钱丢进去就行。 这法子,他是从同村一个货郎内学来的,那货郎走南闯北一辈子,见过的怪事数不胜数,甚至还曾跟死人,也就是亡魂做过生意。 他告诉江北旺,这些亡魂基本上不用钱,因此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将一些石头或杂草用账研法变成钱。 这时候,有个法子,能石破,那就是用五股杂粮。 五股杂粮能驱邪,只要让疑似鬼魂的客人将钱放进装有五股杂粮的碗中,若钱发生变化,就说明眼前之人是鬼魂。 这时候,要沉住气,不能大喊大叫,也不能失去理智,因为鬼魂只会攻击那些害怕他和石破其身份的人。 这时候,只要安安静静把生意做好,将其送走,之后抓紧离开,就没什么事。 这边江北旺开始吹唐人,而他也发现,刚刚还空落落的街头,忽然出现了很多人,而他眼前这人,也不看别处,就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江北旺心里有些打鼓,吹唐人都失误了好几次,接连吹了三四次才将唐人吹好。 那人结果唐人后,从怀里摸出一块大羊,丢进了装有五股杂粮的碗中。 只听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江北旺低头看去,发现那块大羊在落入碗中后,变成了一块石头。 他心里咯噔一下,意识到自己撞鬼了。 他想起霍郎说的话,一动也不敢动,冷汗已经浸湿了后背的衣服,可诡异的是,那鬼丢下前后没有走,仍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 江北旺不敢开口,也不敢抬头看他,只是默默收拾其东西。 就在这时,那人忽然笑了起来,随即开口道,你很不错,来帮忙吧。 听到这话,江北旺愣了一下,正想开口询问,结果眼前一黑,直接昏死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已经是三天后了,家里人告诉他,是封都的一个商贩, 发现了他,将其送回了家,而他回家后整整烧了三天,怎么都退不了烧。 结果到了第四天,人就忽然好了,也醒了过来。 江北旺想起昏迷前发生的事,仍是一头雾水,而他也没敢跟家里人说。 结果,当天夜里,他刚刚睡下,耳边就忽然传来了一个人的呼唤声, 江北旺,过来,江北旺,过来。 江北旺下一时地答应了一声,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的书房当中。 那书房大的离谱,光是架子,就足足有三人多高,且一眼望不到头。 就在他疑惑之际,却看到了那个在他摊位前买唐人的鬼魂。 他告诉江北旺,自己其实是地府的阴差,不过他属于死阴差,也就是人死之后,进入地府,被地府录用,类似于吃官家饭,铁饭碗那种。 而江北旺是他特招来的活阴差,所谓活阴差,就是阳寿未尽,只是地府忙不过来,找他过来打个下手,帮忙的,属于临时工。 活阴差每天的工作也比较简单,他们不用勾魂,不用干太重的活,只需要管一些杂事,比如打扫打扫地府的卫生,整理一下文件什么的。 招江北旺的这个阴差,地位不算太低,属于整理文件的那种,江北旺需要做的,就是帮文件标注一下,也不算太难。 后来江北旺询问阴差,为何选中自己? 那阴差说,江北旺的命格阴阳调和,不会被地府的阴气所伤,也不会在回魂的时候不适应人间的阳气,是最好的活阴差选择。 当时江北旺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后来有个高人跟他说,其实就是他还没破身,不然这事也轮不到他。 之后的日子里,每隔几天,江北旺夜里就会被拉到地府帮忙,而他也发现,地府其实跟人间没啥区别,也是有阶层跟职权的,也有法,只不过比阳间的法更严酷一些。 毕竟,鬼魂大都只能感受到痛苦,想让其魂飞魄散还是比较难的,除非是那种十恶不赦的恶鬼。 而这种恶鬼,会交由判官或是十殿阎罗审理,轮不到他们这些小喽啰。 另外,地府很多事情比人间还要透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法用金钱行贿, 且对于有职权的殷差,一旦被发现收受贿赂,惩罚是很重的,加上他们身为鬼魂,对钱早已经免疫了。 不过没多久,江北旺就发现活殷差有个特权,那便是能够翻阅一些自己当地的生死簿, 看到家人或是朋友将要经历的事或是寿终的年纪。 阴差告诉江北旺,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能告诉别人外, 他可以透露人的大限之日,从而让起早做准备。 也正是如此,江北旺成为活阴差的事,才渐渐被别人知晓。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不相信,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自家邻居,一个姓成的老爷爷三天后将死, 他就将此事告诉了他,并让他好好准备后事。 奇怪的是,成爷爷身体一直很好,一直无病无在,怎么可能就剩三天可活了? 谁曾想还真被江北旺给说对了,成爷爷还真在三天后去世了。 自那以后,江北旺就开始提醒身边的人,而来找他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 比如问父母,爱人死后会不会脱生,转世后会在哪? 还有就是思念亲人,有些话想让他带过去的,江北旺也很热心, 在能力范围内都答应了。 就这样过了三年多,忽然有天夜离,那个招他的阴差表示,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不需要再去地府帮忙了。 另外,阴差还告诉他,他只要一心向善,好好努力,肯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后来,江北旺就按照那阴差所说,一心向善,并兢兢业业, 从不想着投机取巧,还真取得了成功,过上了好日子。 自那以后,他便教育家中后辈,不管做什么,都要无愧于心, 不可做损人利己之事,也正是如此,他家一直顺风顺水, 没有遭遇过什么太大的挫折。 下面是一位修行人去世后,观音菩萨为其指引阴间的道路, 以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其实阴间和阳间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还都是有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而且阴间有自己的话语,只不过普通的我们听不到。 阴间世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雾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 阴间第一站,本地土地庙。 刚刚过世的亡灵教,生魂,亡者肉身四大分解后, 承载着生命信息能量的载体, 从身体中经过大概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分离出来,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灵魂, 灵魂在脱体的过程中会很痛苦, 所以家人最好是不要动他的身体, 以减轻他的痛苦。 当有人阳寿已尽, 阴兵会拿着勾魂牌和批票压着亡魂到土地庙通关, 土地公公要打开本地户籍策进行核实, 此亡人细数本地人士, 确实寿终正寝, 又一一核实并无任何宗教信仰, 便在批票上盖上本地土地大印, 通行阴间。 第二站,黄泉路。 常听人说黄泉路上不好走, 黄泉路上无牢少, 确实这样。 黄泉路上向上看, 看不到日月星辰, 向下看, 看不到土地尘埃, 向前看, 看不到阳关大路, 向后看, 看不到亲朋四林。 有人会问了, 死者的家属给死者烧去了纸牛, 纸马, 纸车, 为什么不用这些工具上路呢? 殊不知这个时候, 亡人的灵魂还不能叫做鬼呢? 只有进了丰都城才能叫做一个真正的鬼魂。 任凭灵魂走得多累, 鬼差都不会让你休息耽误行程, 必须要尽快赶路走出这黄泉路。 玩笑话说, 黄泉路上是没有客店的, 阳间有再多的钱财在黄泉路上也一样白费, 目的地都是一个地方, 阴曹地府封都城。 阴间第三站, 望香台。 走出了黄泉路便上了望香台。 老话说, 一到望香台, 远望家乡回不来。 高高一个石台, 发出阵阵阴光, 坐卧路转之士, 尚可回头瞻望, 书写三个赤红大字望香台。 走到了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这个时候 也差不多都到了黄金入柜庄链的时候了。 阴间第四站, 恶狗岭。 下了望香台一路前行, 忽听见一阵阵的狗吠声, 那叫声越来越大, 听得人毛骨悚然。 狗合击是阳间和阴间沟通的两个很重要的媒介, 狗可以看到阴间的灵魂发出叫声, 金鸡暴小, 鬼魂就必须避让阳光, 以免魂飞魄散。 只见一群群的恶狗, 目光凶横, 满嘴钢牙, 皮毛钢丝一般坚硬, 向各路灵魂风咬过去, 不思扯掉腿脚是不肯松口的。 各路灵魂使尽浑身解数, 也难逃这恶狗的铁嘴钢牙, 有的被咬断了腿, 有的被扯断了脚, 有的成了毒臂, 有的成了断手。 孰不知人从灵魂变成鬼魂,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也要经过这三灾九难的。 阴间第五站, 金鸡山。 这恶狗岭和金鸡山 都是所有灵魂必须要过的两道关, 只有过了这两道, 关才有资格担任鬼魂。 一入金鸡山, 一群一群的公鸡迎面扑来, 那铁嘴和突鹫的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下一下地都要倒下灵魂的双眼, 扇动的翅膀更是让你无法睁开眼睛, 那锐利的爪子更像大黑爷手里的抓魂钩, 一爪子就可以让你皮开肉绽, 伸入五脏六腑, 并且不抓出你的心肝不算完事。 继续向前, 突然人山人海, 彩旗飘飘, 好像举行什么聚会, 有扭秧歌的, 有舞龙舞狮的, 热闹非凡。 到了阴间第六站, 野鬼村。 其实, 表面上那些热闹的场面皆是幻化而来, 都是那些过了恶狗岭, 金鸡山肢体不全的灵魂所幻化而成, 因肢体不全无法前进, 只得在这里滞留聚集, 等那些被热闹迷惑的健全灵体到来, 趁机下手, 找到新的肢体换到自己的身上好, 继续前往阴曹地府。 只见那些被迷惑的健全灵魂, 根本无法挣脱这些魔爪, 一阵阵痛苦的哀嚎, 血肉模糊, 撕心裂肺。 继续向前, 前方有一凉亭, 亭内拥有一口深井正冒出滚滚泉水, 这是阴间的第七站, 迷魂殿。 这凉亭正是迷魂殿, 冒出的泉水正是迷魂水, 过了前方几个关口的灵魂, 到达此地必须要引着迷魂水, 这样才会能嘴吐真言, 如实禀报阳间种种罪行, 等候十殿阎王的审问。 同时喝了迷魂水, 就是大罗神仙下界, 也难以还魂归阳了。 只有安安心心地成为鬼魂, 等候发落。 看到了过往此地的灵魂, 心中的怨气早已减半, 一个个井然有序地排队饮水, 前往封都城。 走出了迷魂殿, 便真正地进入了阴间第八站, 阴曹地府封都城。 进入封都城, 里面共有两道城门, 在二道门和头道门之间有两盏, 灯火高高悬空漂浮, 却纹丝不动。 一盏光亮无比, 一盏昏暗黑尘。 暗灯走下去, 进入了玉雕城的二道门。 一进入二道门便看见了 并排排列十座城门, 一次排列着一殿至十殿阎王殿。 每个殿堂门口都有阴兵把守, 个个都是静然有序地工作, 毫不逊色于人间的行政部门, 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这里的鬼差都是奉公执法, 轻如水明如镜。 到达这里的鬼魂, 心中也都知道自己已经死亡, 安分了不少, 竟然排队等候各殿阎王的审判。 阴间第九战, 十八层地狱, 一般的灵魂在通过第一殿的审核后, 阳世三间的时间也应该是亡人的头七了。 这个时候, 一殿阎王都会从新发出批票, 交给阴兵, 各路灵魂都要带上捆仙锁头七回魂, 进行为鬼的第一次投七泛阳, 看望亲朋好友。 如果有耽误时辰, 不肯返回阴间的鬼魂, 那么捆仙锁就会开始拘禁灵魂的魂头, 施展灭魂大法, 让不肯返回阴间的灵魂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 头七过后, 返回阴间继续等待审问。 阴间第十战, 公养阁。 大家心中都会疑问, 阳世的活人给死人烧纸钱, 烧衣物, 上供品, 亡人到底能不能收到? 答案是, 只要正确地如法地进行烧纸钱, 烧衣物, 上供品那么亡人都是可以得到的。 这个中间的供养阁就类似咱们阴间的邮局一样, 专门负责传递阳间的供养品给死人。 路过了供养阁, 一看时辰上早, 便问童子, 进过十殿阎王的过堂审核后, 那些没有罪过不需要下十八层地狱的灵魂, 都去到哪里? 童子达到, 经过十殿阎王的审核, 各路灵魂就都可以称作鬼魂了。 有罪的下道十八层地狱受罚, 没罪的按照生死布上记载, 开始过自己的鬼魂生活, 开始守自己的鬼兽, 等守完了自己的鬼兽, 就开始等待正常的六道轮回。 灵魂转化为鬼魂后, 鬼魂和阳世的活人相比就有了所谓的神通, 其实这个神通是相对来讲的。 对于鬼魂来说, 阳世活人的最基本的呼吸功能也是神通。 正常守鬼兽的鬼魂, 就住在这阴间第十一站, 鬼界宝。 鬼界宝里的鬼魂在特定的日子, 特定的情况是都可以返回阳间的, 但这些鬼魂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的道行范围和道行要求, 什么时间可以显行, 什么时间可以回家, 什么时候可以附体, 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养品, 这些都是严格规定的。 只要不遵法守纪, 都要被拒魂到十殿阎王爷面前, 打入十八层地狱, 阴间十二站, 莲花台, 出了武殿阎望殿, 便看见前方放出阵阵大光明, 那光亮放出大光明, 但却丝毫不刺眼, 强光中看见一座连台, 金色为主, 七色为辅, 给人是无尽的欢喜, 无尽的自在。 不问心中知晓, 这定是地藏王在地狱讲经说法的宝座连台, 到了阴间第十三站, 还魂崖, 崖边有一座桥, 桥上有四尊护桥神兽, 坐落两边, 戒碑石上写金银桥。 桥上有一个老婆婆拿着茶水, 给过往的鬼魂饮用, 这老婆婆便是孟婆神, 这茶水便是孟婆汤, 喝了这汤水便忘掉了前世的恩怨情仇, 是是非非, 投胎各处。 金银桥的那边便是六个原道, 发出各色光芒, 这就是六道轮回, 投胎哪道便要跳进哪个原道。 人死了断气以后, 再像睡觉一样醒过来, 就是中阴身, 那个行转过来的生命, 也能够看见, 能够听见, 能够说话, 能够行动。 可是我们摸不着, 接触不了, 因为他没有物质的身体, 所以, 人死后再醒过来, 就具备了神通, 没有时间的阻碍, 没有空间的阻碍。 假设他有一个亲人在美国, 这个亲人在梦中, 一下子就感觉不对啊, 好像看到我的爸爸, 或者看到我的妈妈, 是真的, 他来了。 因为他这个超等的电磁波, 就是佛学说的中有的感应。 也就是这个生命死了, 下一个生命还没有开始以前, 中间存在的这一段。 中阴身具备五通, 只要念头一动, 就到达他要去的地方了。 这个中阴可能对我们说, 算了吧, 你们不要哭了, 我已经走了, 另外换一个身体了。 假定是这样, 我们听不到, 但是我们心里想得他知道。 这个我们普通叫灵魂, 这不是鬼哦。 鬼是另外一种生命, 这叫中有之身。 这个中有之身, 中间变化很妙, 很妙。 中有也有生死, 七天一个生死。 但有些人不一定七天哦。 譬如大好人, 大善人没有中阴, 这里一死, 立刻就到另外一个世界。 大坏蛋也没有中阴, 这里一死, 马上就下地狱了。 普通像我们一样, 说好人又不像, 说坏蛋我不承认, 这种人有中阴存在, 不好不坏, 七天一个变化。 这个中有生命最多活到四十九天, 就转另一个生命。 所以中国人死了要做七, 这个中国文化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在民间流行。 好像迷信, 实际上是个生命的科学。 过阴的弟子莫不可踏上投胎路, 一定要直奔还魂崖, 还魂崖的那一边, 阳光是那么的温暖。 希望大家看后都能受益, 发菩提心,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永托轮回之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